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爸 回家吧 爸 回家吧 秀儿 秀儿 哥 什么事啊 祝福你的事别忘了 我知道了 爸 精心点 停止点动静 睡吧 爸 爸 你快点走啊 快点 爸 真没想到您还有这时行头呢 十几年没穿了 那还是上官礼台 你啰嗦个啥 走 爸 其实您应该练练这个 可以活动活动腿脚 还省得你闷得好呢 你看看人家 爸 秀儿 你还是回去吧 跟着我太闹得慌了 得了得了 你回去吧 这是大哥给的任务 出来啊 陪你散散心的 我这不是来了吗 还怎么散 你啊 回去吧 我死不了 真烦人 你跟我哼是吗 回去就不回去 走 怎么老哥 你也好这个 随便看看 这刚开口 我说老哥 这是刚退下来吧 这猛不定的闲下来 不习惯吧 想开了没啥 干了一辈子了 这么大岁数 还涂啥 不就图个清静 闲在吗 对吧 我说老哥 老哥 您听听 这口多正啊 老哥 您高瘦了 不敢不敢 七十有八了 哎 哎 您呢 也这数吧 啊 我说老哥 你这气色不大正啊 啊 我送你一句话吧 心宽 则深安 对不对 要不 弄俩小玩意儿洋洋 每天拒一拒 回见你了 回见 好您 老哥 慢走啊 哎 哎 老婆 哎 井河 哎 你怎么才来啊 我活压着呢 又不敢请假 是不是 哎 给 哎 找我啥事 好事 好事 啊 给哥们当当参谋 我 我能当什么参谋 就得是你 走 走走走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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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干嘛呀 嗯 看那个商庭 商庭怎么了 我想把它包下来 包 哎 哥们 就那个 怎么 你也想承包啊 差不多 这个商庭啊 快办不下去了 我想 一年 给他用一万块钱包下来 哎 八官 你看怎么样 一一万哪 啊 哎 哥们 行吗 八官 离这不远 有两家工厂 旁边 还有个电影院 我想 不费多大力气 每天赚他百八十的 没问题 真的 嘿 哥们 到时候你要放了 过老头帮哥们十道一下 没得说 走 吃饭去 哎 你客气什么呀 走吧 哈哈 平常 你也要放这些 来 景山啊 嗯 这戏 到底是几点钟开演呢 啊 这么早 你把我弄到这里 干啥 你是想让我打扫剧场是怎么着 爸 今晚戏特好 七点才开演 我是想陪您早点来 喝碗豆汁 吃俩胶圈什么的 您不是说有年头 没尝过那玩意儿了吧 你小子 八官 你刚才说的是真话 我蒙你干嘛 是不是 老爷子在上面都签字了 厂门口也贴出公告了 说仔就仔 连点情面都不讲 对俘虏还得宽大处理呢 是不是 我爸呢 谢了 具体怎么着 我也没敢问 京和 咱就这么认了 没那么容易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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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干什么 用不着 我活得挺好 瞧您的架势 这打算提前退休是怎么着 用不着你操这份信 爸 爸 你可以不认我这个儿子 可在这几股眼上 我要是诚心气您 我还算个人吗 我爸 都行 我 我 在这边 我 在这边 还 我 爸 您 您坐 爸 您尝尝这个 您 您尝尝 好家伙 够冲的了 这是美国盐 您 您抽惯了就好了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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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干什么,你就直说了吧 爸,您这就认了 那你让我咋办 他一个人是处长,凭什么撤你的职? 这是公司常委会的决议,是陶书记点头的 陶书记,连这点面子都不给 你懂个屁 是我自己撞到枪口上了,怨不到别人 那好 我连姓陶的一块告,不就是少出点铁吗? 比这罪过大的多了,撤过谁? 爸,我带着您的几十张奖状,一集一集往上告 谁撤您的职 我 我就把谁告下来 我的天,我脱下来了 我脱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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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脱下来 我脱下来 我告诉你 我的事用不着你管 红钢的事也用不着你管 滚 真是对不起了 你看大老远的老陶也不在家 等他回来 我一定把你们的意思转告给他 您费心了 李师傅也不荣耀 是啊 弄不好会意见更大 那咱 您慢点走 那再见了 再见 告诉李师傅 千万别着急 您回去吧 呢 我 我们不在买 我们不在买 的 你还不在买 你还不在买 我可以买 我给你买 我给你买 我可以买 你还不在买 我可以买 我可以买 喂 陶书记不在 具体到哪儿开会 我也不太清楚 好吧 我给你记下来 等一会儿 喂 说吧 同志 等一会儿 这有事 对不起 这是光明互动12号吗 病人在哪 什么病人 你们这是搞错了吧 没错 你们家有个叫陶然的吧 是啊 我们接到电话说他服毒了 服毒 同志 你们肯定是搞错了 真是对不起 家里就我一个人 老陶开会还没回来 要不进去坐一会儿 不不不 算了 进去坐一会儿吧 真是活见鬼了 像这样肯定是得罪人了 谁为这些人开这国际玩笑 走 走 看来 徐天凤同志 对我们还不大放心啊 那我们就先定个制度 替人说情者 说情人替人受过 先扯了他的职 对 这样做就对了 应该这样做 大家看如何啊 哎呀 这太好了 应该这样 应该这样 同志们 不要小瞧这个制度啊 肯定会给我们 带来很多的麻烦 引火烧身嘛 但这把火烧得直 也一定会逼得我们干部 拼命往前跑 那过去对干部的处理 叫小孩拉屎 弄弄弄窝 那叫什么处理啊 排废 可这次 我也是一火烧身 难就难在 一次例外 否则 这个制度将成为一张废纸 承包为我们企业 闯出一条生路 同时也是对我们企业 旧体制的一个严重挑战 你没睡着啊 怎么 你不舒服啊 我看你才不舒服呢 人家把救护车都叫到家来了 有这事啊 这是今天来找你的名单和电话记录 你看看吧 老陶啊 你就听我一句话吧 俗话说 众怒难犯 万一上面再干预 你不是弄得里外不是人吗 老陶 除非撤了我这个党委书记 老陶 老陶 你听我把话说完吗 老陶 我来切吧 来 放这里 跟你这种不安分的人在一起过日子 怕是一辈子都得担惊受怕 我还是那句话 心里没病死不了人 开了 开了 快点 还没下面 小牛 mons 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不会计较职务 待遇 可你离不开炉子 那倒是 好惯了 这乍一离开 这心里啊 没招没落 是啊 是啊 就这儿吧 要不是这腿脚不利索啊 我还真想去当庐前功了 好 你先来 我呀 刚从三高路回来 日产量已经超过了两千一百吨了 利用系数和胶比 已经突破世界纪录 真的 太好了 十几年呢 盼了十几年呢 工人都去报喜去了 我想到了你 不 有愧呀 就缠那么一点 不 你立的是头工 因为你留下了宝贵的数据啊 老陶啊 你呀 别老觉得心里过意不去 我 我没啥 真的没啥 和大伙儿一样高兴 听说啊 二季度又是个凯尔门红 老陶 你在承包大会上可许过愿啊 用流利的钱去改造那个三高炉 对 让他在技术设备上 也拿一个世界冠军 老李师傅 你是用特殊方式 为承包 为宏贵的改革 立下的头工啊 没啥 三十多年党龄了 这点觉悟还能没有吗 有你这样的党员 红冈就有希望了 啊 啊 啊 明天我就要回学校了 这几个月 没少让你费心 这就走吗 嗯 我们应该为你 为你送从心 挺舍不得你走的 我 我是说大红 快公布分配方案了 没想到这几个月 我在红冈经历了一个不寻常的阶段 也认识了你们这群不平常的人 对吗 一个个都傻大憨粗的 我们是些粗人 爱说些大白话 脏话什么的 别在意啊 更别为我爸的事 放在心上 我们欢迎你到红冈来 到那时 咱们好好聚一聚 再让我挨你们的骂 说我是笨驴 好了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 你代表大家为我送行吧 哎 喂 喂 我讨人呢 哦 啊 多少 三亿一千四百万 正确吗 好 太好了 谢谢大家 嗯 谢谢大家 好 是老头啊 老秦 咱们俩有缘分啊 啊,怎么,你也去开会 开会,正愁路上没办儿呢 太好了 老伙计,别看咱俩去开一个会 可滋味不一样 一个上交两亿期,留些四千四 一个奖金,福利,全靠国家倒贴 老伙计,你腰板可硬多喽 怎么,过去咱们在牛棚的时候 你不满肚子想法吗 这怎么,大腿疼鼓了 你没听人家说吗 现在最难当的,就是厂长 我呀,也想挪挪卧 吃黄粮不易忧 到我这儿来,全部收留 老头啊,你这胃口不小啊 我的老婆孩子都在红缸 我可不愿凑着热闹 小慧 你这两天怎么了 无精打采的 你是不是失恋了 去你的 梁教授,希望我考研究生 可是我 嗨,你真傻 我想考还不敢呢 小慧 你是不是另有打算 你想去红缸 没想到,离开了反而印象越深 像是一种失落 我也说不清楚 唐师傅 收收事,我跟你谈件事 我一会就完了 那不行,你都干下个月的活了 还用得着下班了 走 听说我给你介绍了仨 你都不见呢 我太忙了呀 甭蒙我 你跟那傻小子 见面什么怎么有空啊 又一个 条件都在上面写着呢 别犯傻 论人品 工作 长相 那都没挑 还有房子 明晚七点 胜利公园门口 明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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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二十四了 还好玩呢 听我的没错 喂 等一下 请等一下 唐人同志 您的电话 好,请您讲 您的电话 这个 喂 是我 我给您查一下 好 对不起 今天的火车你已经赶不上了 我有急事 明天早上八点 好的 有一班飞机 那大好了 能买上票吗 能 谢谢 不客气 对 明天 明天中午 我 通知当委委员 在会议室等我 OLLY 上次 啦 通知了吗 通知了吗 amy 等我会下午 两点开始 好 陶书记 食堂已经给你留饭了 先吃饭吧 开完会再说吧 那好吧 喂 王秘书吗 我是王秘书 我是孙婉珍的 您好 老陶回来了吗 他正在开会呢 那请你转告他 开完会给我回个电话 好的 谢谢 没关系 再见 再见 陶书记 孙大姐来电话 让您回去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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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老伙计 真是金星军 欢迎 两年不见了 有钥匙相告 我得坐 记得 好好 来来来 坐坐坐 好讲究 你可真是难求 主言 找我有什么急事 我本该告老还乡的 可南边不消停 就在这里 该去听听枪炮声了 试试我的耳朵背不背 何时动神 明天下午 我真羡慕你们啊 三十年 没动这家伙了 说心里话 这一动真家伙 我挺想你这愿虎将 怎么 让我 带尖刀团啊 老将 有难处啊 团一下的干部 都没有 都没打过仗 半数一下的战士 都是新兵 可人家呢 这些年就没消停过 这账不好打 这账不好打 没关系 还是那句话 战略上藐视敌人 战术上重视敌人 出征之将 岂能无勇 来 喝茶 云南坨茶 味道好极了 怎么 瞧不起我 管不管方 什么呀 还没吃饭呢 瞧我这脑子 对对对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早 早准备好了 怎么 咱们一两口啊 壮士一别 岂能无酒 好 祝你 齐开得胜 马到成功 干 看报纸 说你干得不错嘛 不错 再拿掉个小山头 上个月的利润 就滑坡了 这个月 再打个漂亮仗就行了吗 有时退 是为了劲 这个战术你忘了 来 喝酒 可生产上的事 不简单 减产 可以增收 不减产呢 反倒划破了 搞工业 我是外行 不过 不过 白兵必胜 气可骨 而不可谢 这虽是兵家之言 万事一礼 来 来 老江 战士的情绪怎么样 没得说 偶尔就 再懒散的兵 到了生死关头 也会增添几身好勇 嗯 我相信 通过这一仗 你又会带出一支铁军呢 是啊 战争 是残酷的 但却能造就 真正的军人 这就叫 致死地而厚生 致死地而厚生